乌克里里作为夏威夷音乐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夏威夷的历史,传播着象征夏威夷的阿罗哈精神。 阿罗哈精神代表了对他人的温暖与关爱却不求回报,是夏威夷人性格的象征。 1971年,Sakuma先生在夏威夷的欧湖岛举办了第一届乌克里里音乐节。 从此,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了乌克里里那极富感染力的琴声。 当时还是教授乌克里里的教师Roy Sakuma先生有了这个梦想, 想让人们知道乌克里里不只是个简单的乐器, 它还可以展现美妙的音色和高超的记忆,最重要的是带给人们快乐。 在这40年中,国际知名音乐家,来自世界各地的乌克里里演奏家和学习乌克里里的学生都曾在这个音乐节中展现过乌克里里欢快的琴声。 参加表演的除了夏威夷当地的演奏者和学生外, 还有来自美国大陆、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乌克里里的演奏者。 成立了三年的台湾的乌克里里俱乐部, 今年是第一次来夏威夷参加乌克里里音乐节。 他们深情地弹唱了甜蜜蜜、夜来香等等中国人喜爱的歌曲。 其实来夏威夷这趟很不容易, 是人生一个很特别的经验。 对,因为你想想看,他们有些前天才来的, 那昨天才刚克服这个晕机, 然后过两天又回去了。 不过大家都非常的excited, 对,很棒。 看着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喜爱乌克里里的人们来参加音乐表演, 和观众们发自内心的笑脸, Sakuma先生知道自己的梦想实现了。 如同夏威夷阳光般温暖、爽朗的乌克里里的琴声, 在大海、绿树、鲜花间飘荡。 今年的乌克里里音乐节充满了欢笑和希望。 新唐人记者张迪、夏威夷报道。 本期是对与会上传播的明镜的关系。 都是对与会上磊的最新的远 Europa的未经验。 我怕是对与会上去的, 对与会上磊的第一次拍摄, 令她已经完成实在国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